好 谢谢崇文 那我们可以刚刚看到 其实现在救灾的这个作业呢 是持续进行当中 困难程度也是加剧 不过只要今天上午 这火势是持续的延烧 周边的国小也遭到波及 多片的窗户玻璃遭到震碎 学校是紧急的停课一天来进行清理 甚至透过这空拍的画面 还拍下火场 这强大的爆炸震波 将消防车整辆全部炸烂 不仅车头扭曲变形 车身更是烟埋在建材堆中 惊悚画面跟着曝光 空拍画面拍下 起火厂房燃起熊熊火光 火势不断从屋内窜出 剧烈燃烧 农烟直往天空窜 场面令人震惊 经过一晚23号上午 爆炸地点人就闷烧 飘散大量农烟 不仅厂房外墙炸裂 满目疮痍 甚至仔细一看 强大爆炸震波 还将消防车整台炸烂 车头扭曲变形 车身则遭建材覆盖 如同掩埋在废墟堆中 就连爆炸工厂周边 前景国小也承受灾户 监身器拍下爆炸一瞬间 教室窗框突然炸飞 接着粉尘四散 可见爆炸威力相当大 周围国小多品教室窗框掉落 连玻璃也被震碎 宛如灾难性场 校方紧急宣布 23号补课日停课一天 甚至校区距离爆炸地点 只有六百公尺 还能清楚看见爆炸厂区 黑烟直窜天际 5点45分左右 家长陆陆续续就把 所有的小朋友都接走了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刚好是学校要召开家长 对几位同仁在现场 有感受到那个震撼 非常大的一个震波 那我们就紧急暂停 因为我们是怕说救灾的部分 会影响 就连爆炸厂区周边民宅 也受损墙壁裂出大风 裂得很大就对了 屏东工厂爆炸 那样严重死伤 现场画面曝光 也让民众直呼惊悚 记者综合报道 这是另一台聚焦 屏东的高尔夫球区工厂 在昨天傍晚是发生严重的火警 造成重大伤亡 抢救行动现在持续了整个晚间 到隔天今天早上 是不少消防队员已经筋疲力尽 累到是直接躺在柏油路面 休息打盾 那另外还有多名的外送员 相当不舍如此辛苦是自掏腰包 集一节来送饮料跟食物 希望打走地中能够好好吃饭 恢复体力 多名消防队员挺进火场展开救援 直见工厂内部惨不忍睹 天花板严重塌陷 钢筋水泥全都外露 物品被炸碎 喷溅满地 入口处被堵住至爱难行 但现场救命警铃想个不停 队员们内心跟着七上八下 因为还有弟兄困在里头只能不停大声呼叫 希望寻得一线生机 进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小爆炸 那我们就现场指挥官就有喊要撤退 但是还没撤退就有第二个大爆炸 消防队员吗 急诊室被病患塞爆 救护人员忙得不可开招 一刻都不敢松懈 病患实在太多 屏東溶总还紧急召回百名医护 协助抢救 一整夜都在焊死神抢命 大火烧了一整晚 全力灌救到隔天早上 消防员精疲力尽 不少人累到脱下装备后 直接坐在路边打盾 还有人直接躺在博游路面休息 让人看了实在心疼 就由外送员不舍消防员如此辛苦 自掏腰包集结送骨汁 饮料啊便当啊 你们是自发性的是不是 希望消防员能够好好吃饭 恢复体力平复心情 毕竟这起屏東工厂恶火 已经让四名打火兄弟葬生火哭 这一晚对任何人来说都相当煎熬 记者综合报道